我們現場我們三位我們問一下 你覺得一般現在台北市這些30年老屋 到底該不該參加危老重建 我們按鈴好不好 整個看起來 應該應該 一定要 都要嘛 都要嘛 當然要啊 一定要 那這些問題怎麼解決 剛剛民眾很擔心的 坪數其實他分回來剩下一半 會這麼少嗎 我們再算一下 其實真的講一下 因為剛才胡博士的算法是說 就是這樣用都更的角度來算 就是說有一個建商主導者的角色 那如果我們現在做的概念是 我們就在那輔導角色 我們就是28個住戶 32個住戶 大家一起來談 當然戶數多是不是感覺比較複雜 是喔 當然也不一定 你有我也做過一個案子 四個 四戶很少了吧 對 四個人不合 八個兩根釘子 也不見得少 也不見得少 所以我們有這樣想一個 一個什麼樣的做法 就是說 其實有辦法的 平均數這樣換 我們剛剛算很容積獎勵 那個數字其實很複雜 我們就不去細算 但大概有一個做法就是說 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 大概 我們剛才講說房價大概 譬如是一千多萬 現在老房子也貴得要死 老房子也貴得要死 好 那正常狀況下 我們25坪老公寓 老公寓大概25、6、7坪 為什麼你這可以分回60坪 因為我們沒有建商跟你分 所以我們所有容積獎勵 全部回饋給消費者 就是住戶 我們口袋一公分坪數都沒有 都是你們的 好 分為大概60坪 56、7坪 58百case 狀況不一樣 但是我們就算整數 那60坪的話 是每一戶可以再分回60坪 就是全部分回60坪 你原來可能26、7坪的老公寓 大概算 這樣就沒有理由拒絕 如果以這個case來看的話 我又增加坪數 我又變新房子 是是是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你要負擔什麼 我們剛剛講工程造價 譬如一坪20萬 一邊房子大概15、6萬 就可以蓋了 再加什麼建築師費用 外管線費用 什麼有的沒的費用 加起來什麼銀行利息 融資利息全部賺下來 大概一坪加5萬 20萬 就是1200萬 你出造價 對不對 60坪 你要出一坪20萬造價 你就要付1200 但是很多人會說 我哪來個1200去付啊 年輕人負擔1200萬 都要不吃不喝了 對不對 老人家很多老房子 我哪來個1200萬 好沒關係 你就把它賣掉20坪嘛 台北市是不是隨便一個地方 大概都六七十萬 對 對不對 所以你20坪乘以60萬就好 你不要70萬了 60萬是不是1200就打拼 OK 對不對 那好 那這就欠到一個地方 那屋主分會什麼 你有一個40坪的新房子 對 但是有公社啦 對對對 那有公社 那4坪差不多也是25坪 256坪 跟你原來一樣 對 你賣房子是不是照40坪賣 一樣嘛照公社賣嘛 那市價就不要談了嘛 市價增加很多嘛 那問題大家就在講說 我那個120坪賣不賣的掉啊 看你要賣多少錢 你想賣100萬 恭喜你一定賣不掉嘛 你知道行情賣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做的 那就是說 重點是你全部分回 但是我跟你講 人性貪婪是社會進步的力量 哈哈 這有一個什麼重要的問題 博士那個是有聲音的 你可以按 他如果要分回那麼多 他就會想說 那我要更多 哦 那以前什麼概念 以前做都更的時候 是我們這些住戶 凹一個建商 對 那凹建商怎麼樣 我是頂樓 我要補貼50萬 我是一樓有外推 你看那個店面 是不是前面推後面打 對不對 我多兩坪 那建商未來解決問題 我Undertable給你 那現在沒有建商 我們28個住戶 你要多兩坪 誰欠你匯錢 誰該給你兩坪 他沒有東西可以凹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種情況 大家都被都更洗過 洗壞了 大家都覺得 只要我最後一個簽 建商一定最後會給我好處 我跟你講還有很難看 有些人當主委 私底下跟我說 田總我是主委 那我有什麼好處 所以你現在搞這個 很多要搞的 要處理 台面上台面上 沒沒卡卡很多 OK 不過國是人耐很久了 大錢中剛講的 我都同意 但有一點是我比較不認同 就是說 他說25坪的房子 可以蓋60坪 基本上我試算過是沒辦法 大概是要 剛剛他講的應該住三之一 就是容積300以上 他完全正確 但是如果是容積是住宅725 是絕對25坪的房子 最多蓋不到50坪 大概只能蓋45坪左右 所以剛剛大錢熊講的那一段 我全部同意 除了台北市 你的如果是住宅7的話 你沒辦法 這也很多 台北市的大馬路 其實都是住三之一 對 他講的 一定要住三之一才有可能 那如果是巷子裡面 你想都沒想 那不可能 那新北市大概一般都可以 這邊容積是300 這一點我認同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老物鏈金書 這個也是我們找到一個資料 像這樣的一個實證 是不是也很容易發生 我們看這裡是松山區 這可能也是300%的 因為他容積率是300%來看的話 那麼這個微老的獎勵是16% 待會我們會再細講 其實最高可以到40% 那他是16%來算 那麼一坪可以蓋5.5坪 所以重建之後 這棟樓後來變成是 地上七層 地下兩層的一個電梯公寓 市價算出來 從松山區80到85萬來看 市價是2億 那麼扣掉建築成本 還有一些建築的 哈不浪噹這些費用之後 這邊這個得到的結論是 老屋的住戶們 是要出錢的 這可能是卡另外一個問題 必須要出錢 集資900萬 但問題是他集資900萬之後 是得到新房子 房子的增值率是400倍 這個數字對嗎 對沒錯 但有一個重點在哪裡 其實所謂的集資 並不是要各位口袋掏錢 就我們28個老住戶 把房子全部給銀行信託 銀行會成立一個專案信託帳戶 我們稱之為大水缸 所以那些錢包括像建築成本 建築設計簽證費 都是由那個專案信託帳戶來合銷 來撥 最後下來之後 你所負擔錢就轉為房貸 那房貸部分 如果說你有多的坪數 你就拿出來賣就可以打坪 所以這個邏輯是OK的 但你看代理實施者 還信託費用大概750萬 這就是所謂的 為老推動師 他們所做的車馬費 公本費 它不是建商的費用 胡博士這個你認同嗎 這個案子我想 胡博士又搖頭了 基本條件 他講這些案子都是對的 我們要特別強調說 第一個這個案子是 也又是容積300的 不是容積200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通常一個老房子改建之後 增值來自兩方面 第一個是錢狀面積增加 大概可以增加多少 大概可以增加15到30% 第二個銷售的單價增加 通常可以增加兩成到五成 所以這樣算起來 一個老房子改建之後 它的獲利性大概有多少 大概我普算過 大概從1.35到1.95之間 獲利性 獲利大概這樣 可以差不多兩倍 對大概兩倍 所以剛剛那個400 可能有一點問題 它400計算機子 可能有一點問題 所以一般講起來 那這個案子其實是對的 它以300來講 新建確實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我們剛剛談到 大家這個有一個迷思 都認為這個為勞改建 改建費用就是營建成本 其實不是 改建的成本不是只有新建費用 還有頒簽 還有你的違章補貼 還有信託 還有你要銷售 還有建築設計費用 所以通常不要輕估這樣的一個情形 成本可能更多 好 議員你現在開說明會的時候 你覺得現在民眾最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這樣聽起來 是要花一些錢的 但是應該是買自己 比自己重新去買這個新房子 來的划算對不對 因為偉老雖然從都跟另外開了一扇窗 但是第一個 因為它不限面積大小 所以從兩位剛剛專業的分析 就知道說你面積真的太小 其實你蓋出來第一個不會漂亮 就有可能沒辦法分回你想要分回的東西 因為是房子到最後還是地段的問題 對 你剛剛講的送餐區 這可是大馬路邊 博士講說可能是300的 是住三之一的 可能不是傳統的住三二二五的 那差別就很大 另外因為它需要百分之百同意 那百分之百同意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那 那我不管是四戶八戶 只要碰到一個丁子戶 我就很難搞 那那種傳統大家那種心態上面 怕被人家拼起那種感覺 那再加上你舊公寓很多那種 譬如說一樓跟四樓 四樓有頂家的 一樓有地下室或是有院子的 那種東西又更難搞 那傳統都跟本來就很難搞了 那碰到就百分之百 需要同意的部分更難搞 所以這會比都跟更難嗎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看得到值不倒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一點 四倍是最多上限對不對 扣掉那時辰獎勵10%之外 另外30% 30%你就實務個案上面我的了解 實際上真的一般的這些舊公寓 30年以上沒有電梯的 要拿到那30%都不容易 要拿滿拿足都不容易 因為每個區塊條件不一樣 而且你剛剛講看那麼多個案 有一些譬如說試算說獲利多少 譬如說不管一點幾倍兩倍 甚至到四百倍 等於是等於四倍這樣的獲利 其實對很多民眾 尤其我們這個是線上直播 他看那些數字可能看得胡煞煞 他也搞不清楚說我家到底有 第一個 是不是30年以上的沒有電梯的公寓 基本上都符合偉老 基本上是的 可是是不是我都有條件 能夠達到剛剛我們舉的那些個案 達到那樣的獲利 然後在不拿錢的情況之下 剛剛大全哥講 你那個可以去信託 然後現在中央也在鼓勵 所以我們有很多行庫 有這樣的一個偉老 這樣的一個專業的貸款的部分 大家可以不用出錢出來 那中間還有包括 比如說我們的拆遷 比如說新建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兩年到三年的期間 你的租金那些相關的費用 所以一般民眾會覺得說 你到底偉老跟都更 除了他的面積沒有限制 以及百分之百之外 我到底能不能從偉老中間 分到更多東西 那他最在意這個 可是食物上面 能不能比都更真的分得多 食物上我覺得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那我到底我的老房子 我要參加偉老還是我選擇都更 怎麼選擇 我想這個部分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就建商在做都更 跟自己自辦偉老到底差別在哪裡 有一個重點是 都更的話最小面積要500平方公尺 那就是150平 對不對 那偉老是沒有最小的面積限制 因為他最重要是偉嘛 所以台北市最新的案例是26平都蓋了 對 但老實講26平 我之前也有回應一下議員剛剛講法 我有說那種八戶啊 我們來跟啊 那我要坡到平面車位 我怎麼挖給你啊 挖到B8嘛 你怎麼搞啊 你怎麼搞啊 所以太小的基地也不行啦 我八戶麻煩你 幫我做個坡到平面車位 我說可以B8 一層提一個好不好 B8 對不對 根本沒有辦法繞嘛 李津麻辰挖得還深 真的 真的 所以這個還是要有一個基本限制 再來就是說 建商在做都更的話 他是理論上法規說95%同意 那不同意戶政府猜 對 猜過哪一個 偉大的政府猜過哪一個 沒有嗎 沒有 再來 這個我等一下幫大全哥補充 對對對 然後呢 劃令之內百分之百同意 講起來就是百分之百 那問題就是說 你的百分之百很難嘛 八個都有釘子 四個都有釘子 你現在在搶 跟這些釘子戶你怎麼搶 那很多 像我們都很想換嘛 對對對 是 我們來講 好 然後 分圍面積其實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建商分圍面積 他確保他的利潤之後 他分回協議的面積 有個重點 你以前在談都更的時候 建商跟你談 修信你分35.8 胡偉良你分36.2 戴晴晴你分33.3 OK 你們不知道他的 他也不知道你的 我個別談 對 但是偉老的概念是 我所有數字上檯面 你看得到我的 我看到他的 那為什麼 他的基準只有一個 土地騰本和建物騰本 中華民國公開資料 你要多分兩屏 沒有 就是這個數字為基準 那比較公平 比較公平 然後原住戶一權一筆 全數分回 對不對 那你就出造價換房價 你的土地持份大 你是不是分的多 正常 麵粉多 麵包就大 那都更 你看相對冗長 至少3到5年 這才客氣吧 客氣 都更10年20年 現在在講新的都更法令 修法之後 說會比較快 那我就祝福他了 但是法規有規定 3到6月為老的話 一定要合法建造 這差非常多 再來建築規劃 還有營造師公司 建商主導 好 建商跟你說 我一白開二十萬 你看得到嗎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帳嗎 他鋼筋一盾買多少 混凝土買不到 有多少錢 不知道 這個部分 全體住戶共同參與 協議發包 所有數字完全公開 再來 接下來 工程費用 原住戶抵押老屋 共同負擔部分 大家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叫做都更的話 我就不用出錢 錯 請看這六個關鍵字 共同負擔部分 這是法規裡頭 規定都更裡頭 建商可以拿風險管理費12% 只是不是從你口袋拿 他從銀行直接搬 所以大家都被騙了 都認為說都更我就不用出錢 錯 所以我們還是有付錢 有付 只是不是從你口袋拿出來的 是銀行那邊 就直接撥給建商12% 再來 這邊就是原住戶抵押 房屋共同分擔 那不就二十八千房子 全部抵押給銀行 銀行就忽一個價格之後 那個就統之統用 專款專用嘛 所以是相對比較透明 比較公開 好不好 很好 難在哪裡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這個 我簡單補充一下說 我們現在從一般傳統的建設公司 到剛剛講的這個 微老的推動師 包括很多的建金工等等 在參與微老說明 或參與實際上要重建 其實單位非常多 對 但是因為建商比較有規模 他將來規劃出來的東西 也許可以 可能成本高一點 可是他可能品質上會比較好 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品質比較高 你建材成本花的高 基本上未來附加價值高 但是現階段的成本 可能要相對高一點 我剛剛補充 那個945%以上 所謂公權力介入的部分 我剛好前兩個禮拜 跟柯市長有個便當會 在我的選區松山 岩壽區有個岩壽邰區的國宅 203戶 那個案子比正義國宅還大 那203戶是海沙屋 政府蓋的 國宅處蓋的 其中有一戶是市政府的 現在除了3戶還沒有同意之外 99% 其他199戶全部同意了 超過99% 參與微老重建 對 所以剛才有人問海沙屋是可以參加的 對 可以 那他們現在 我上次就跟科技變態 我直接問他 他們現在在5月20號之前 大概就是會公告那3戶不同意戶 請你自行拆遷 如果他們不同意 那不是要100%同意嗎 沒有沒有 那不是走為了 他是走傳統都根 OKOK走都根 現在就是說公權力介入的問題 柯市長前兩個禮拜有答應我 他說如果到最後 他們到期限而不自行拆遷的話 最後剩下兩個程序 一個是兩次失調 然後再兩次公調 走完之後 他跟我保證 我公權力一定介入把它拆掉 我說我就等著看 我說我就等著看 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在維林驗之後 能夠作為第一個士生 然後說我願意在程序走完之後 再達到95%以上 而且這高到90% 又是國宅處蓋的海沙屋 他願意帶頭來做 我們拭目以待 所以剩下的5% 如果抗議什麼弄一大堆 都沒有辦法 他就說那3戶沒關係 公權力介入 我們就可以來檢驗一下 會不是一直想講話 剛剛大田兄講的 關於這個 他都是以代理師的角度來看 其實以前建商是不是有暴力 確實有 以前建商做一個都根 雖然表面上 你風險管理會只有12% 但是以前房價一直在上升 所以最後他利潤確實很好 但現在時代變 現在是走維利時代 所以現在目前 如果全部由實施者來 主持這個改建的話 其實會產生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剛剛議員講過 第一個 將來你的保護維護是誰來做 第二個 將來房價下修 房價下修之後 那個風險誰來承擔 這是實施者 也有代理實施者來執行 這樣的一個改建 實施者可以找 危老的改建師或是建商 對 那我們看現在現成的案子 你看那個已經通過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案子 基本上背後還都是建商 沒有建商的話 基本上由這個代理實施者 要能夠成功 其實真的不容易 非常難 感動的確接著 你的語言 是出價 把這個話 都是建商 解決 擁有 為甚麼 拍掌 就是 你 是